家一案一直没有线索,苏慈不免忧心忡忡,快到中秋节了,裴昭上街采购时,无意中看到苏慈买了女装。 这天,谢北鸣提议中秋节大家一起赏月,苏慈借口明金鼠有事,拒绝了。 随后,苏慈回到屋内,看着床上的女装,回忆起母亲在世时的七年纪,忍不住哭泣起来。 裴昭送来国谱给苏慈,看到他在地图上标记了月湖,心下有了主意。 中秋当晚,苏慈换上女装,来到月湖边为以示家人祈福。 裴昭来到湖边,欣赏着苏慈曼妙的舞姿,而且为了让苏慈安静赏月,他还亲走了街上的路人。 同时,裴昭担心苏慈的安危,以后也想保护他。 苏慈很感动,摘下面巾表示感谢,裴昭忍不住凑近他。 裴昭还为苏慈准备了男装,让他换上后和大家一起赏月。 路边有个古铃铛蜜语,谢北铭当场揭穿了片树,原来铃铛里有弥香可以催眠。 苏慈突然有了灵感,猜测嘉一案也是催眠术所为,便让董如霜配置弥香解药。 裴昭为了苏慈决定拔毒治疗眼疾,张太一表示拔毒不能中断,否则会功亏一篑。 苏慈本想找裴昭讨论案情,被飞渊拦住,便和董如霜拿上解药,回屋独自分析。 他发现每个死者身上都有一个部位极其美,不由想起了那幅美人图。 当苏慈再次醒来,他以身着嫁衣被绑在椅子上了。 原来,屈先生早就看中了苏慈的眼睛。 苏慈答应配合完成美人图,让屈先生不对自己使用催眠术。 此时裴昭开始拔毒治疗,听飞渊说苏慈找过自己,便执意要去房间看他。 苏大人已经回来了,我之前在门口碰见他,他说让你好好治病。 他来找过我? 他之前是来过。 不行,他来找我肯定是有事,我得去到房间了。 预知后事如何,请登陆我恒讯视频所上的大人速看吧。 。 感谢观看